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 汉高祖刘邦 汉朝的开国皇帝 曾在沛县举兵返秦 身边的兄弟死心跟随 造就了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王朝之一 汉朝 西楚霸王项羽 楚国的名将项燕的孙子 武力超群 军事实力曾在刘邦之上 与刘邦反目后 四年的楚汉战争失败而终 被逼乌江自吻 项羽当年鸿门宴上 为什么不杀死刘邦以除后患呢 说来话长 公元前206年 陈胜吴广反秦起义的第三年 秦朝已经风雨飘摇 名存实亡 此时的农民出身的刘邦 领配宪大军站稳了脚跟 先楚人士项羽和项梁书直 以王秦帝楚的旗号 成为了义军中势力最强的义股 刘邦也投靠了他们 书直二人立楚怀王的孙子 雄心做了楚王 楚王命项羽去救援 被秦军围困的赵国 让刘邦率军去寒谷关包围咸阳 谁能先入关 谁就是关中王 事后刘邦攻破了寒谷关 本不打算取咸阳 但是弟兄们与主公征战多年 就是为了赢得功名利路 刘邦听从了大家的意见 攻占了咸阳 此时的项羽已经打破秦军 听闻刘邦已入咸阳顿时火冒三丈 率军攻破了寒谷关围困咸阳 打算灭掉刘邦 此时的刘邦在咸阳接受了秦王紫英的投降 掌握着全城的百姓 如果与项羽对战将会两败俱伤 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让出咸阳心有不甘 那么到底怎么办呢 刘邦听从了下属的意见 传出了告示 项羽身性毒辣破陈后 将会屠杀百姓 让百姓拿起手中的武器反抗 项羽见到此景 身边的谋士范子恩说道 于而你若攻城将会陷入不仁不义之境地 若不攻 刘邦则坐享其成 不如约刘邦出来喝杯酒 谈一谈 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 把陈旨主动献给项羽 金银财宝全部拱手相让 范曾觉得这刘邦以后必成大器 现在必须除掉他 便在鸿门设宴 刘邦知道鸿门燕凶多吉少 如果不去 项羽必定会派大军 绞杀自己这个眼中钉 去了或许还有些希望 最终刘邦赴言 项羽的雅父 谋视范曾老谋深算 深知兵法 诡计多端 早已布下天罗帝王 就得刘邦赴言诛杀他 派项庄武剑意在佩宫 注定要杀了他 但是项羽的叔父项伯 在前几天就已经给项羽灌注了思想 刘邦是忠义的人 一定会服从你的调遣 并且在宴会之中处处的护着刘邦 使项庄无从下手 随后刘邦以上厕所为由 逃之夭夭 公元前2020年 刘邦战胜项羽之后 即帝威 史称西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